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我们说声明圈变量 包括我们是声明自不出耳 类型的时候 你会发现我们说每一次给变量去复制的时候 是不是都是用的是我们的等号啊 对吧 这个要去注意啊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然后我们来看主要看下边这几个啊 这几个你看第一个是什么啊 是不是加等啊 对吧 加等的含义就是相加之后干什么啊 再复制啊 相加之后再复制 你看英特A等于5 然后A加等的话 你看它相当于谁啊 是不是等于7啊 也就是说你看A加等这块 大家注意它就相当于我们说是不是就是A等于谁啊 是不是A加2啊 对吧 也就相当于我们说加等的话 我们说就相当于我们说A等于A加2 然后的话我们说结果是不是就是我们的7啊 对吧 然后的话你看这是不是有一个减等啊 对吧 减等的话我们说是相减之后干什么啊 是不是再复制啊 就是A等于5 今天的话我们说是不是就是相当于我们说A等于干什么啊 是不是A-2 对吧 它相当于我们说A等于A-2 我们说它的一个值是3啊 它的值是3 刚的话我们说是你看是不是还有一个乘等啊 我们说是相乘之后干什么啊 是不是再复制 你看A等于5 然后A乘等2的话我们说相当于是不是就是A等于谁啊 是不是A乘以啊 对A乘以2啊 A乘以2啊 它结果是10 刚的话我们说是还有一个是除等啊 这个除等的话我们说是取的是谁啊 对 取整也就是取的是我们的上 对 取的就是上我们说A等于为就是A乘以2的话我们说是不是等于A等于A干什么啊 是不是乘以2啊 对吧 A乘以2 然后取一的话我们说相当于我们就是先取一再复制也就是A等于我们的是不是就是A取膜于谁啊 是不是A取膜于谁啊 它值是不是就是1啊 对吧 在这的话啊 我们说是等号是为基本的复制运算符意思啊 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复制的一个顺序啊 是吧 我们等号 你看右边的值干什么啊 复制给等号左边的啊 等号右边的值复制给等号左边的啊 顺序不能往 我们说其他的话 我们说是是其他运算符的一个基础 你会发现等号其实在我们不管是塞加加或者在任何编程语言当中说是用到的最多的啊 咱来写一下啊 快速来写一下这几个复制运算符啊 我写在这儿啊 我给他输出一句话啊 SSO去输出一句话就说这个是负值啊 负值运算符啊 负值运算符 然后的话我们说啊 第一个我们去生命一个变量 对吧 我们说是英特A 然后的话给他一个5 对吧 给他一个5 然后的话 我们说第一个输出 对吧 SSO 输出的话 我们说是输出的是A 是干什么呀 是不是加等于我们的2啊 对吧 A 加等于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把上面这一块给注销掉啊 你看这个注销的话啊 加我当中注销的话是他的快捷键是Ctrl Shift加反 不是C了啊 这个是加反斜杠了啊 Ctrl Shift加反斜杠啊 选中之后 Ctrl加斜线 Ctrl加 你说这个是Ctrl加上一个斜线 这个是你看是干什么 是不是单行注释啊 对吧 这个是单行注释啊 对吧 这个的话 我们说是全部注释掉的啊 这个要去注意了啊 要去追 然后的话 我们说 如果我们说想去掉注释的话 是啊 我们说是Ctrl Shift啊 叫什么呀 对 不是X 是是往这个是叫什么啊 这个是往右边的 对吧 往右边反应 也就是Enter键啊 大家看Enter键的上方啊 找到没 Enter键啊 我们的Enter回车键的上方是不是有一个向右的一个反斜线啊 对吧 向左的话是注释 向右的话是去掉注释啊 去掉注释啊 这是啊 这是给大家去说的啊 去说的一点啊 然后的话啊 这个我不建议大家就说你去用Enter键 因为这个的话只是你一行一行来进行对他的一个注释啊 一行一行进行一个注释 然后在这的话 我们来看啊 我们说这个数 我们来运行一下结果啊 走 你看 我们说是干什么 你看结果是几啊 是不是就是7啊 他就记住啊 大家先记住 他就相当我们说A等于我们的A加上我们的5啊 不是A加 我叫A加几啊 是不是A加2啊 对吧 然后的话我们说第二个的话 我们说是SSO 然后的话我们输出的是A 是不是减等于我们的2啊 对吧 减等2之后的话 我们再来看他的一个输出结果啊 走 你看 哎 对 因为上的那一步是提到A等于7了 对对对 这一块啊 我再把这块给注释掉啊 等会再来去说啊 你看啊 这块我先走一下啊 走 你看结果是谁啊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3啊 对吧 我们说其实相当于就是我们说是 是不是就是A等于什么啊 是不是A等于我们的A减去我们的2啊 A等于我们的A减去2 然后的话 你看在这啊 为什么刚才我这一项不注释的话 你会发现我的结果是谁啊 你看走 走来走啊 顺便把这个问题给说啊 你看我这一步做完之后的话 我A是等于几的呀 是不是A是 是不是等于7的呀 对吧 A是等于7 A是等于7之后啊 你看我紧挨着是不是下边继续又对A进行操作啊 对吧 这个操作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就相当于A的话 是不是减去2啊 也就到这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相当于我们说7减谁啊 是不是7减去我们的2了啊 一定要去注意 我们说到 因为到这一步的话 我们说A的值已经改变了 都不再是5了 它是我们的7啊 它是我们的7 然后的话啊 在下一步的话 我们说继续进行操作啊 然后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还有一个是乘等啊 对吧 我们说是A 然后乘等于我们的2 这个是我们说是相当于 我们说是不是就是A干什么 A等于我们的A乘以我们的2 这一步的话我们说结果是几啊 是不是结果是10啊 为什么是10啊 是不是上面这一步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A是等于几了啊 是不是A等于5 然后的话我们说10啊 我们说是A等于10啊 A等于10 然后的话啊 一会咱一起来运行 我再来继续把最后一个给写完啊 SSO我们说是A 然后的话是不是除等于我们的解啊 除等于我们的2 对吧 这个结果是多少啊 A等于A除以2 然后的话我们说是 这个是不是正好干什么啊 是不是整除了啊 对吧 我们说是A是等于5的啊 因为上面部的话我们说是A是等于10 到这步的话 我们说再除的话是等于5的 然后的话我们说是不是还有一个是取模啊 对吧 我们说是SSO 然后的话我们说是A 然后是取模于我们的 取 对吧 等于2 然后的话我们说是不是它相当于是不是就是我们说A等于我们的A取模于2 然后的话我们说这数A是等于几啊 是不是等于1的 因为我们说5除2的话 是不是余数就是1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走 我把份给往上拉一下啊 你看是不是一个7 5 10 5 1 是不是和咱们算的是一模一样的啊 对吧啊 所以在这儿啊 一定要去注意我们所说的啊 复值运算符的一个操作啊 复值一个运算符的操作 也就是说先计算再复值 先计算再复值 其实这儿是不是相当于还是一个 有一个啊 大家想想我们说是不是讲过一个优先级的问题啊 我们当时说谁的优先级是最低的啊 我们说是不是复值运算符啊 对吧 复值运算符当什么是 然后我们来看第三个啊 就是我们的比较运算符 也叫关系运算符啊 比较运算符 也就是说在这一块的话 大家需要去注意 比较运算符的结果我们说是都是什么类型的啊 你看看下边 先看下边这一块啊 比较运算符的结果都是布尔类型的 为什么我们这样来说呢啊 我们来看啊 首先看第一个运算符 你看这个是干什么啊 是不是横等啊 对吧 横等的话我们说是代表是相等于 你看这儿举的一个例子 你看四横等于三 处还是false啊 false 我们说是四肯定是不等于三的 你看结果是不是就是false啊 对吧 然后的话这个是代表什么啊 是不是不等于啊 对吧 不等于的话 我们说四不等于三 成立还是不成立啊 成立 成立的结果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处啊 对吧 然后第三个的话 我们说是小于 对吧 我们说小于的话 我们说四小于三是成立还是不成立啊 不成立 那它结果肯定是false 然后的话大于四大于三 成立不成立啊 成立 成立的结果是什么啊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处 对吧 然后的话我们说啊 这儿的话 我们说是还有一个是小于等于四小于等于三 哎 不是 这个是 对 四小于等于三成立不成立啊 不成立 你看结果是什么啊 false 然后的话大于等于四大于等于三 这个结果肯定是成立的 所以说它的结果是不是就是处啊 你会发现只要用到我们的比较运算符 我们说对两个变量进行操作的时候 它的结果要么是处 要么是false 所以说我们说是不是它的结果就是不二型的啊 不二类型的值 一定要去注意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所说的啊 你横等和我们的等号是有区别的啊 可别写错了 你看不能说四等于三 这是什么 这是 这肯定都会给你报错的啊 报错的 咱来写一下吧啊 我们快速去简单的啊 去写一下这个例子 我们说是这个是sso去输出了啊 这个是我们的比较运算符 对吧 比较运算符 比较运算符的话 我们说是 第一个啊 我直接来输出语句啊 sso直接输出 直接输出的话 然后的话我们说输出的我们说第一个 我们说四 然后直接写个四大于三 对吧 这个结果我输出的时候会是什么呀 是不是会是我们的处 对吧 tru1啊 然后我们说再写一个 再来 我们说sso 然后的话我们说去输出的时候 比如说是4来个小于3 对吧 4小于3的话 我们说这个结果肯定是什么呀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fals啊 falsfalse 对吧 我看着s 保存一下啊 我就写这两个 我们来运行看结果啊 走 你看 比较运算符 第一个是不是结果是什么呀 是不是true啊 然后的话我们说第二个结果就是我们的fals啊 在这的话大家来看啊 你比如说这个时候啊 我在这去写一个 比如说我们说是4 然后的话我们说是大于等于3 这个结果是什么呀 4大于等于3肯定是true还是false啊 4大于等于3是false啊 我们说4肯定是大于等于3的 这交肯定是处 对吧 然后的话 你看我这样来写啊 比如说我去声明一个布尔形的变量 B-O-O-L-E-A-N 布尔形的变量 你比如说给它一个t 然后来接收这个4 4大于3我括给括起来啊 你看 我这样写的话 我来输出一下啊 我来输出一下我的t 我来输出一下这个t 大家看这个会输出什么呀 我们来看啊 走 我保存一下啊 大家看输出是谁呀 是不是true啊 因为当时我们说 当时大家想想 我们说讲布尔类型变量生命的时候 它的一个格式是什么呀 是不是就是bolin 对吧 B-O-L-E-A-N 然后后边是不是写上我们变量的名字呀 对吧 是不是写上变量的名字啊 我把这给剪切在前面啊 看着X剪切走 我写在这啊 我们说布尔类型的啊 布尔变量的一个生命是不是 bolin 是不是写上我们的变量名字呀 因为大家想想 我们说布尔变量当时我们说传值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只允许传两个值啊 我们说要么传的是谁呀 对 要么false 处都可以 我们说要么传的是我们的处 要么传谁呀 是不是false啊 对吧 你看F-A-L-S-E 对吧 要么是处 要么是false 大家来看 你看我先不要看等号这边的啊 先来看这 我这是不是生命了一个布尔形的变量啊 对吧 然后的话 我在生命变量同时 我是不是要给他去 用等号去给他付一个值啊 但是付这个值的话 我们说它的要求是不是要么是处 要么是false啊 然后你看在这个括号当中 我这是不是就是一个比较运算符啊 因为你看四大约等于三的话 它的结果 我们说你既然用到比较运算符 我们说比较运算符的结果是不是要么是处 要么是false啊 是不是正好满足我这个变量要求传递过来的一个值啊 对吧 这样写啊 这样写啊 也是可以的啊 这样写也可以 因为这的话 它的结果要么是处 要么是false啊 要么是false啊 这给大家去多说这一点啊 多说这一点知识啊 你不能说看到这之后就说它是错了啊 说它是错了啊 这是我们所说的啊 布尔啊 布尔表达是 比较运算符啊 需要大家去注意的一个结果啊 它都是布尔类型的啊 要么处 要么是我们的false啊 如果想见的话 就把最后一句话给接上就可以了啊 比较运算符的结果啊 都是我们的布尔形啊 都是我们的布尔形啊 都是我们的布尔形 好 这样的话啊 咱继续往下来看啊 继续往下来看啊 继续往下来看 第一个的话 我们说是干什么啊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语运算啊 对吧 语运算的话 我们来看它的一个范例啊 你看 语运算的话 你看前面的如果第一个表达式结果是什么啊 是false 对吧 但是第二个结果的表达式是处 你看它的结果是什么啊 是不是false啊 也就是说它的一个运算解释 我们说是不是只有双方我们干什么啊 双方为真的时候 我们说结果才是什么啊 是不是结果为真啊 对吧 也就是说只要这两个表达式当中有一个结果为假 它的结果就为假啊 包括我们说啊 你看 先不用去挤 一会再去挤啊 然后我们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双语啊 对吧 双语的话 你看它的一个操作啊 它的一个操作我们跟单语来做一个对比啊 你看第一个表达式结果是什么啊 false 第二个表达式结果呢 处 然后的话 它的结果是什么啊 false 你看它的一个运算解释 也就是说双方为真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说它的什么啊 是不是结果才为真啊 你会发现你看 不管是单语和双语是不是他们的一个运算过程 或者运算结果是不是都是一样的 或者运算要求 也就是说只有你双方的表达式的结果为真 我是不是整个结果才为真啊 才为真 然后的话 我们来看货啊 来看货 货的话 我们说是用单数杠来表示啊 货运算的话 你看第一个表达式的结果是什么啊 false 对吧 第二个表达式结果是什么啊 处 它的结果是谁啊 处 对吧 也就是说对它的一个解释 我们说是只要这两个表达式中有一个为真 它的结果就是什么啊 它的结果就是为真的啊 来 我们来看第二个 双货啊 来看双货 双货就是说false 你看第一个表达式结果是不是false啊 对吧 别睡着了啊 第二个表达式结果是处 你看结果是谁啊 是不是处啊 对吧 你看对它的一个解释也是我们所说的是一方为真 是不是它的结果就是真啊 对吧 所以说在这的话 其实我们所说你看 双 我们说单语和双语是不是可以归纳为一个要求啊 对吧 也就是双方条件为真的时候 结果是不是才为真啊 对吧 然后单货和双货我们说可以归纳为一个要求 就是只要有一个表达式为真 它的结果就是为真的啊 就是为真的 这是我们所说的啊 语和货的这两个操作 等会的话我们来看啊 双语和单语以及双货和单货它们之间的一个区别在哪啊 区别在哪 然后的话我们再来看啊 再来看我们的第四个啊 以准确来说第五个 对吧 我们的疑惑啊 疑惑的话就是咱这个山尖啊 疑惑的话我们来看啊 也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说是表达式什么啊 是不是false啊 第二个表达式结果是什么啊 处 然后你看它的结果是什么啊 是不是处 但是你看它的一个解释是双方不同则为真 也就是说我如果是两个false的话 它的结果是什么啊 是不是false 我两个处呢 是不是还是false啊 对吧 也就是说只有这两个是这两个表达式的结果 我们说是不相同的时候 我们说它的结果才为真啊 结果才为真 这个啊 一定要弄清楚了啊 然后非的话 其实大家就觉得它就是一个取反的 对吧 我们说非true肯定是false 对吧 非false的话 结果肯定是处啊 肯定是处啊 先不要着急啊 不要着急去记 你看在下边这句话 我们说是比较重要的啊 你看我们说是逻辑运算符的话 我们说它是用于连接谁的呀 是不是连接我们的啊 布尔表达式啊 你看是不是 你看每一个 你看不管是前不管还是后 你看它的结果是不是要么是处啊 要么是false啊 你看在java当中的话 你看我们说你比如说表示一个变量的取值范围 你是不可以去写声 你看 x大于3 或者x大于3 然后x小于6 我们说是不能够这样去写 我们说必须去使用我们的逻辑运算符来进行连接 也就是说如果你想去写成这种格式的话 我们说必须第一个要求是不是啊 x大于3 这是不是第一个条件啊 对吧 然后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与上x小于6 也就是说言外之意的话 我这两个条件干什么呀 是不是必须去同时成立 是不是就是啊 最后这两个同时成立的话 是不是就相当于是我们的这种格式啊 对吧 一定要去注意这种写法啊 在java当中 你可不能直接像咱数学上面来写啊 直接给他一个x大于3 然后小于6 不能这样来写 要借助于我们的逻辑运算符来表示一个范围啊 然后的话 你看表达式 我们说是用运算符连接的式子 我们说布尔表达式的运算结果 我们说其实就是布尔类型的 对吧 布尔类型的表达式 因为结果的话 刚才是也给大家去举例 我们说就是处和fals 我完全也可以去定一个布尔类型的变量来接受我的结果啊 来接受我的结果 所以在这的话啊 我们来写一下啊 来写一下这个例子啊 来写一下这这几个这几个的一个用法啊 嗯 这个是 这个是比较运算符 我们说这个是 该下边是逻辑运算符 而不是逻辑运算符 叫什么来着 SSO 我们说是 是不是逻辑运算符 对 就是逻辑运算符 对吧 逻辑运算符啊 逻辑运算符 我们来看啊 这个时候呢 我直接去做输出了啊 SSO 然后去输出一下 我们说是 第一个我们说用单语啊 我第一个条件的话 我们说是4 然后是大于3 对吧 这个是不是成立的啊 对吧 然后的话 我再去与上啊 与上的一个 这个时候我再去写一个条件是4 然后是小于3 在这的话要去注意 最好我们说是 括号啊 给它扩起来啊 括号给它扩起来 你看这时候大家来看啊 我们看这方块呢 我首先看第一个条件 4大于3 这个结果是处还是false啊 处 对吧 然后4小于3呢 false 处和false在一块 我们说遇上我们的语运算 我们说它的结果是谁啊 是不是false啊 对吧 F A R S E 对吧 我们来看啊 然后的话 来先走一个啊 你看结果是什么呀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false啊 对吧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啊 来看双语的一个写法啊 SSO 去输出一下啊 输出我们说是第一个 第一个条件啊 我还拿这个来说复制粘贴过来啊 ctrl C 然后的话 我们说是ctrl V 我这个是我们说是不是加上一个双语啊 对吧 双语的话 我改一改啊 我这儿是我把它弄成一个false 把它弄成一个处啊 这个结果的话 我们说是什么呀 是不是false啊 对吧 F A R S E 因为我们说是四小于三肯定是不成立的 对吧 不成立的话 我们来看啊 SSO 是不是false啊 对吧 我们再来看啊 我们再来看双语啊 SSO 单语的话 我们说是 我还拿这两个例子来说吧啊 我这个时候的话我改成谁啊 是不是改成一个 诶 是单数杠 对吧 这个结果是处还是false啊 为啥是处啊 四大一三成立不成立啊 成立 我们说过运算的话 是不是要有一个条件为真 对 它的结果就为真啊 它就是处 我把下一个也一起来写了啊 SSO 然后的话 我们是输出 这个是ctrl V啊 这个我们说是双火 对吧 这个的结果我也给它啊 保持成上面这 这一块啊 保持成上面这一块啊 保持成上面这一块 然后的话 我们说它的结果是不是也是我们的 是不是处啊 对吧 T R U E啊 也是我们的处 我们来看啊 走 是不是啊 对吧 你看双货的 不管是单货还是双货 只要有一个条件为真 它的结果就为真啊 它结果就为真 别睡着了 这怎么又要睡着了啊 然后的话 我们来看啊 是不是还有两个啊 对吧 我们说第一个是我们的异货 对吧 异货的话 我们说是SOSO 这个是我们来看啊 它的一个解释不就是说我们所说的是干什么呀 是不是我们说只要我们说双方不同的时候 我们说是为真 双方为假的时候 而不是那个双方相同的时候是不是就是为假啊 对吧 你比如说这个时候啊 我写一个特殊案例 四大一三是不是成立啊 然后的话我二小一三成立不成立啊 是不是也是成立的啊 成立之后的话 你看我在这用一个啊 我的异货因素 我们来看它结果是什么呀 走 是不是谁啊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false啊 对吧 False 因为我们所说是不是这个为处 对吧 是不是这个也为处 这两个调教的结果是不是相同了啊 相同的话 我们说最后输出的是我们的false啊 输出什么false啊 然后的话我们说还要是不是最后一个啊 对吧 我们说是sso 去输出的时候 我们说是不是这个是4 比如说是大于3 这肯定是干什么啊 是不是成立的啊 是不是处啊 对吧 我再加上一个感叹号 这个说的话他输出的是谁啊 是false FALSE 然后我们来看 走 你看 是不是输出的是我们的false啊 对吧 所以在这的话啊 大家一定要去注意这几个的啊 这几个的一个用法 嗯 怎么呀 所以说啊 这就是我们所说逻辑运算符啊 逻辑运算符的一个写法 大家简单 我教大家这块怎么去记 你就记一个 就是把单语和双语写在一块 你就把最后一句话给记上就行了 就说双方为真 则条件为真 则为真啊 单语和双语 我们说是双方为真 则为真啊 然后的话是单货和双货 然后数写 result 然后呢 然后一方为真 则写和双 fund 我们来啊 这个记完了吧 这样的话咱来看这个啊 当然看啊 栖先单语和双语啊 它的一个区别啊 你看 当我们去使用单语来進行 比较的时候你会发现 你看左边的条件也就说是 无论真假 你看右边的表达式也要干什么呀 是不是参与运算呀 对吧 也就是说你看啊 我在这儿啊 你比如说我当前的话 我这是不是一个单语的一个运算啊 对吧 也就是说我这个条件的结果 不管是真或者假 我右边的这个表达式 是不是都要去参与运算啊 对吧 这是单语的一个要求啊 然后的话我们说是来看啊 来看第二个双语啊 双语的话 如果你看左边的条件为假 我右边还参不参与运算啊 是不是不参与 因为我们所说是不是运算的话 只要有一个条件为假 是不是整个条件 或者整个结果都是假 对吧 也就是说啊 双语的话 也就是说如果左边为假 右边不参与运算啊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你看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你看我这个双语对吧 四小于三成立不成立啊 是不是不成立啊 对吧 四小算我们说这个结果是不是就是 False啊 对吧 False的话我还看我右边看不看啊 是不是就不看了啊 对吧啊 也就是不看 也就是说系统也就是在去编译的时候 就不会再去看右边这个 去判右边这个条件了啊 只看左边的啊 只看我们的左边的 这是我们所说啊 语音算 单语和双语的一个区别 然后单货 双货也是一样的啊 你看 单货的时候 也就是说无论左边条件的是为真假 然后右边都干什么啊 是不是右边我们说是不是都参与运算啊 对吧啊 都参与算 然后的话我们说双货的时候 你看我们说是左边 你看 只有我们说左边为真的时候 你看右边干什么啊 是不是不参与算 因为我们说货的一个要求是不是有一个为真 它的结果就为真啊 对吧 除非你左边这个条件为假 我是不是才去看我右边的运算啊 对吧 包括我们说是不是双货也是一样 假如我左边 左边的条件为真 我这个时候是不是右边才去看它的结果是真还是假啊 一定要记清楚 这是我们所说的啊 单货和双货 单语和双语之间的一个区别啊 这个区别是比较重要的啊 需要大家去记在脑子当中的啊 先不要着急 然后下边是不是还有一个啊 对吧 下一个的话我们说是这个疑惑 对吧 我们说两边相同 结果为假 两边不同 结果为真 刚才也和大家去说了啊 咱也举个例子 这个啊 这个话需要大家把这两块给接下来 最后一个不用去记啊 把这两块给接下来 就是单货和双货 以及单语和双语 它们之间的一个区别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烡个例子 咱也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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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коп 咱也走 咱也走 店